今天晚上來到我們娛樂一世代的是 我們的氣志柯柯的同學啊 真的喔 真的啊 唉唷 一起來歡迎林婷翰 哈囉 大家好 金人哥你好 哇 剛剛我才知道這件事情耶 你們是大學同學 我們剛才突然一個眼神相認 所以那個大學之後你都不知道 你的同學後來去了哪裡這樣 我們當時沒有 都很熟啦 喔 那你記憶不錯啊 你好像都記得他的名字耶 我剛才在腦中搜尋我的資料庫 然後把他的名字拼出來了 太厲害了 對 不過你在念大學的時候 在學校應該就是風雲人物吧 沒有耶 你那時候有做音樂啦 我那時候比較低調一點 真的嗎 我怎麼記得你好像蠻小就開始做音樂了 我喜歡音樂 我小時候喜歡音樂 但我大學都是穿著我高中的運動褲 然後穿著拖鞋去上學 真的啊 你大學的時候應該有人知道你是某某人的兒子吧 大學大家都知道啊 都知道 所以這樣去上學其實也挺酷的 很酷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很多人會對我有成見 我太喜歡這樣子 好 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的是林婷翰 今天我們要來聽聽他的新專輯 歡迎你繼續回到我們今晚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20分 今天晚上來到娛樂一世代的是林婷翰 林婷翰呢 一走進來跟我們的柯柯相認了嘛 所以他們是大學同學 同時林婷翰對我來說 我也覺得好像對你不是太陌生啦 因為好像從你一開始出EP 那個時候我們就我印象中就認識你了 後來你一直有在創作 我可能也都有多多少少follow你的新聞 對 所以大概都知道林婷翰 今天我看到你的時候還覺得你是不是有長更高的 沒有 應該已經過了那個法育的時候了 但我就覺得那不錯 林婷翰現在成為一個新生代的歌手 同時在他的創作裡面越來越多元 我剛剛跟林婷翰在聊天的時候我問他 我印象中好像你以前寫歌不是這樣嗎 對 因為其實我包括我成長的環境 然後受我爸影響 受我當時聽的喜歡的歌手的影響 其實都是偏比較鋼琴弦樂啊 抒情慢歌那種圍住 所以我其實以前就喜歡那種東西 那我自然而然寫出來的 創作出來的也都是那個類型的 所以你有從小在家裡就聽很多爸爸的歌嗎 有啊 什麼 為愛往前飛 三分之一的時間 對對對 就是 他也沒有 那個很容易耳濡目染耶 因為他的歌喔 記憶點很強 對 他也沒有逼我聽 其實 沒有逼你聽 但是他沒有給我其他的選擇 那所以呢 因為有那個家庭環境也不是一件壞事啊 對不對 讓你那個對流行音樂提早有概念啊 對不對 就像其實我很喜歡流行音樂 但我小時候家裡就完全沒有這種環境 我就一路一直到國中高中才摸索出來 對 才自己在各個不同的頻道啊 媒體啊去找這些歌來聽 但是在那個時候 其實對你來說 可能從小你就知道 你家裡好像有一個爸爸是唱歌的這樣 對 那所以那個耳濡目染 會讓你對音樂比較快產生那個連結性 但是 也不見得因為這樣後來就會當歌手啦 所以呢 林婷翰 你在什麼時候覺得你必須要走上這條路 我覺得我在蠻小的時候 我國中的時候就覺得我想要當歌手 然後高中的時候 我那時候看了JJ的演唱會 然後就覺得 哇我以後也想要像他一樣 但當時把這個行業想的很簡單 我就覺得 只要會唱歌就可以了 然後到後來 我當時也沒有覺得我爸寫歌有多了不起 真的嗎 我以前真的覺得你爸超會寫歌的 我以前就覺得就是唱出來而已 那你後來有重新分析他的創作嗎 有我覺得他真的蠻厲害的 真的蠻厲害的 對 然後後來大學畢業之後就發現 好像光唱不太行 就還是要慢慢的有一些自己的創作 因為真的會唱歌的人好多 唱得好的人好多 對對對 那我要 我要如何不被 比我唱得更好的人取代 那可能勢必就是要有一些自己的 樣子 對 所以就開始 嘗試寫歌這樣 對 其實開始嘗試寫歌之後 我覺得多多少少 可能因為你有那個DNA 你應該比較容易就開啟那個創作之路吧 我覺得其實有耶 就是我覺得創作寫歌對我來說是還蠻得心應手的 就比起其他的部分 所以等於是你自己去找創作之路嗎 還是說你回家就問爸爸說怎麼開始這樣 我其實那個時候沒有問他 因為我覺得創作一開始都是參考一些自己喜歡的歌手的歌 然後先從模仿做起 一開始都是這樣 就是這邊學一點那邊投一點 然後到最後再加一點自己的想法 就變成一個自己的作品 對 所以誰是會 第一個聽到你的創作的人 應該還是我爸 還是你爸 對 好啦 但因為你爸 就總是會給一點意見吧 他 還是說他很無為而至這樣 他看狀況 他一開始給很多意見 但他後來發現我不太吃這一套 就是他越給意見 我越覺得說為什麼我不能照自己的 我們年紀差那麼多 我們流行的東西有一樣嗎 對 而且最好笑的是 林廷漢後來寫的歌 他爸越來越給不了意見 聽了這張專輯你就知道 他已經是自己的林廷漢了這樣 其實在他的創作路上 當然有過很多階段 但來到這張專輯 你聽林廷漢 你會發現他就是林廷漢 歡迎你繼續回到我們今晚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晚上八點半 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的是林廷漢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廷漢 在這首歌裡面 你聽到的另外一個聲音是 黃偉晉 所以是你的好朋友嗎 你找了偉晉一起合作這樣 對 我們 我那個時候 我其實在認識他之前 我就被他的聲音吸引 然後覺得他聲音真的很棒 對真的很棒 偉晉在那個電視螢幕是那個樣子 他落差好大 他的音樂真的而且他寫的歌其實也也蠻有水準的 對 但你自己製作嘛 對 哇 好厲害啊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你可以用自己的創作邀請不一樣的人來跟你合作 這首歌呢叫見你的光 對 可是你的這張專輯叫第二道光 對 第二道光對你來說你決定用這張專輯的title是這個名字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專輯名稱其實很晚才出來 就是在印刷的前一刻我都還沒有想到 因為我不太喜歡用某一首主打歌當作專輯名稱 因為它不見得是整張專輯的核心思想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 我覺得第二道光 我那時候想到這個詞 因為我就是第二張創作專輯 然後光這個它就代表了我的一些希望 然後希望我可以用我的音樂去感染 然後去騙擊這個眾生 音樂的力量 對對對 你跟你爸爸走太近了 我有點佛系 對對對 太爸爸了 對 我要講就是說其實第二道光它可能會呈現出你這張專輯的精神 是 因為你在創作裡面其實它很像是林廷漢在這段時間 你自己本身對人生社會經驗的一些觀察跟感想 但在你還算年輕的年紀 其實你已經發現人與人都有一個光 這個光互相靠近它就會彼此強大 是 一旦分開了就大家就可能會變得比較微弱 對 所以你的每一首歌我認為也是一道光 對 它集結起來讓你能夠用音樂影響他人 對 這個比較符合你做這張專輯叫第二道光的想法 對 是 那第二道光你找很多的音樂人來跟你合作 包括韋靖還有另外一位叫喬琳 對 所以韋靖是你很欣賞他的歌聲那喬琳呢 喬琳也是我覺得他的聲音也很棒 那他是我們之前在台南的台南英文科技大學 我們辦了一個營隊然後等於培訓裡面的一些優秀的同學 所以喬琳因為因為這名字對我來講相對陌生 所以他真的是同學 對他才在大學剛畢業而已 對 對非常年輕 不過你講到這個學校這個學校是不是流行音樂好像很 對他們有一個流行音樂系 很厲害這樣 對對對 好像有一個老師也蠻厲害的 是 好像姓琳誒 他現在接系主任了 是系主任了 才剛上任大概一周吧 系主任如果今天沒辦法去台南教課的話 會找林廷翰去教課吧 嗯他有他有有這些打算過 好所以呢我們接下來就來聽 其實做音樂或做一張好的專輯 你當然不一定都要跟名人合作 其實你只要覺得他的聲音適合這首歌 我覺得即便是新人也非常完美啊 嗯我覺得他很適合 原來愛 歡迎你繼續回到我們今晚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8點40分 那林廷翰在他的創作 其實一開始你寫歌我相信你應該一開始啦 就你開始決定要寫歌的時候 大部分的歌應該都是寫比較抒情一點的吧 對就是旋律感比較重 對對對 我覺得因為現在的流行音樂其實很需要旋律 因為大部分創作的人都從節奏啊 beat開始啊 對 其實很多人不太在意旋律 但是我覺得華語流行音樂的精神是旋律 對沒錯 我覺得旋律 這個其實就是我之前還蠻 蠻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發完第一張專輯之後 慢慢的整個市場變得有點偏節奏取向 對對對 然後就像劍哥說的旋律大家不太重視 但我自己其實是在這樣的環境成長 我沒有辦法接受歌曲 呃 可能全部都沒有沒有一個melody 對 所以 我那個時候的調整就是 也許現在流行hiphop 也許流行電音 但我還是會保留我喜歡的旋律 然後 maybe加一點電音的元素 加一點hiphop的元素這樣子 對其實雖然流行會有流行 但我認為 就是以華語流行音樂創作的條件來看 他還是要有旋律 而且以華語人口來講 他們還是需要旋律 對 所以更新流行世界指標 其實我覺得是兩件事 因為那個創作的概念是來自不一樣的方向 這樣 但林廷漢畢竟是現代很年輕的創作人 怎麼可能叫他不寫一些新一點的歌呢 總要寫一些他爸爸沒有辦法插手的吧 從這個歌詞來看 林廷漢真的是個好孩子 他寫饒舌寫嘻哈 但他很正面喔 對這樣的音樂對你來講我想也不難做吧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我國中念的課文 所以這個歌詞是課文是嗎 前面有一部分是課文擷取出來的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有好幾年的課綱都是 它都是雅亮這課都是在國文 國中一年級上學期的第一課 所以等於是我們一上國中念的第一課國文課就是這一課 雅亮 所以現在在收音機旁邊其實很多人念過雅亮這一課 我相信是 然後一唱出來可能大家就會很有共鳴 但你把它變成一首很可愛的歌 放在整張專輯的最後一首 對所以這個算是你在平常創作裡面的想要練習的另外一個方向 算是 算是 就是一種新的嘗試 但這個我覺得很可愛喔 好雅亮另外還有一首叫小琪 對一樣是說唱的 來聽聽看 剛剛在廣告前我們聽了兩首歌 你發現林亭翰他除了很會寫抒情歌之外 原來他也饒舌 到底什麼東西半夜打開 冰箱偷喝養樂多也要帶著呢 這首歌叫小琪 是小琪嗎 小琪其實是我幫他取的名字 他其實就是一隻Snooby的絨毛玩偶 喔真的喔 所以你為你的絨毛玩偶寫了一首歌 因為他其實是我有記憶以來 就是據我爸媽說 他是我在我一歲的時候得到的生日禮物 他們一個好朋友送給我的 那現在還在嗎 現在還在 還很完整 哇太棒了 對對對 而且他還擁有自己的主題曲了這樣 對 所以那個試著去寫饒舌是你自己也有聽這種音樂的文化嗎 我其實後來漸漸愛上饒舌歌曲 但是我發現很多饒舌歌曲其實他們攻擊性有時候有點強 所以我寫的這兩首都還好 都蠻溫暖的 對在寫我的玩偶一首是在講雅亮這件事情 雅亮呢我們剛剛就是查了一下 他的原作者叫宋晶瑩老師 他本來是放在國中國文課本 國文嗎 國文 對 後來呢就是被林廷漢把它改編成饒舌這樣 你的雅亮有一天可能會出現在國中的音樂課本 我寫這首歌的時候我有去找宋晶瑩老師 請他授權 他應該很開心吧 他應該很驚訝吧 因為呢剛剛呢這個在廣告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討論起那個在國中課本裡面的雅亮 我不知道我們的聽眾朋友大家有沒有什麼印象 但就是說我其實沒念過啦 但我剛覺得你們對話挺有趣的 就是說呢有一件衣服對不對 格子的 是格子的衣服 然後有人看到就是說這看起來像 稿紙 稿紙 有人說是像棋盤 還有綠豆糕 綠豆糕 但不管他像什麼我們都接受 這就是雅亮 對 好國中學這個你們還有印象嗎 現在已經變成一首歌囉 大家可以趕快聽起來 好這一次林廷漢推出了新專輯 前幾天的記者會 對我看到你的爸爸林隆璇也有來 所以其實一直以來你的生活包括到南部去 爸爸去當戲主任 也會帶著林廷漢這樣 對有時候會去協助他講講一兩堂課 其實你的音樂一聲不能說一聲啦 就是你的一聲功夫啊 對 這有爸爸的傳授嗎 一開始有就是剛入門的時候 還是有 對 對 什麼都不懂的時候 也是坐在鋼琴前面 對 就像我以前小時候我們聽 我用三分之一的時間 這樣子 對 原來如此 對 那後來好像爸爸也要在大陸開巡迴對不對 對 然後林廷漢也會跟著去表演 對 沒錯 所以其實你一點都不會就是 忌諱談爸爸這樣 我其實有一段時間還蠻排斥的 但我後來轉念一想 就是覺得 通常人有這樣的機會 能夠跟自己的爸爸一起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覺得其實是很 很珍貴 對很珍貴的回憶 而且你爸爸的形象超好的 你爸爸是從以前到現在 就零負貧這樣子 對 很少有林富平的歌手 這也是蠻厲害的 林隆璇就是一個 你如果現在問我說 你對我爸的印象是什麼 我一定跟你說 你爸真的是 是一個太好的人這樣 是一個很peace 應該也不會罵你 他真的 會 我覺得他的生活很單純啦 就是除了音樂之外 沒有太多其他的外物 好啊 所以他現在也很專心的就是 在南部的大學當系主任 對 把更多音樂的理念 能夠傳揚給更多有興趣的人 那你自己呢 接下來會打算 因為已經到第二張專輯了 會不會期待自己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歌唱呢 我們都還有在觀望 然後在籌劃當中 那如果未來有的話 都會發布在我的社群媒體上 我的Facebook Instagram 只要搜尋我的名字 林亭漢 那三個字是 雙木林 涼亭的庭院 和我的各種動態都會在上面更新 會在上面更新 大家會知道有這個消息 但你喜不喜歡 你說 就是 站在舞台上唱歌 還是你喜歡創作多一點 我其實喜歡創作多一點 就是比起大家喜歡我這個人 我更希望大家喜歡我的作品 好喔 這是林亭漢 可能很多的聽眾朋友 從他的父親就已經認識 聽他們一家林家唱歌 聽到現在 我也是從小聽爸爸的歌 然後聽到後來進的這個行業 認識你的父親啊 就跟他又變成朋友啊 直到現在還好你都叫我健狠哥 謝謝啊 不要亂叫不要叫錯喔